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来到我们公司总部 给大家来参观一下总部 然后就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是在云南瑞丽 这是金星商场 这个方向过去两公里 两公里就到缅甸了 缅甸是翡翠的原产地 我们是一手画园 和缅甸只有翼江之隔 现在带大家进这个公司里面看看 公司总部呢 第一是有成品销售 毛料 这种片料 给大家来看 这是公司的这种大的片料 这个料还算是春蛋采的一个 春蛋采的一个 这些裂纹呢 这是天然的东西 天然形成的 然后包括时候开采的时候 有这些裂纹 但是不影响后边的这个 取手镯呀 取剑面呢 取刮件呢 包括做板件呢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料子的话 第一时间呢 它出来之后要取手镯 手镯是要求完美的 手镯是一个料子上 卖的最贵的一件 然后其次呢 就是取这种 颜色比较辣的地方 一些小的完美的地方 取剑面 然后呢 再次呢 就是取刮件 比如说你像这些裂纹的话 到时候这些裂纹的话 肯定是要去掉的 要去掉的 用不了的 包括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可以取刮件 做牌子呀 做圆雕的呀 然后呢 如果裂更大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去做板件 板件其实在翡翠中间呢 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过这两年的话 做的人不是很多 为什么第一是板件 做出来它价格比较高 然后呢 它也不能佩戴 这种摆在家里 是一个招财 币协 包括一个非常好的 寓意的一种 对生活的寄托吧 然后呢 最次最次啊 就比如说这些小料纹的地方 小料纹的地方 你看这料子 它价格在这放 然后这些地方呢 要取柱子啊 取柱子 所以说 一个斐砌呢 一个好的斐砌开始吃 就是说这个设计师啊 他不会把一个斐砌 浪费掉啊 几乎能用的地方都用的 能用的地方都用的 这个地方是咱们的春色 那这一块的话是 刚到手的 还没有去开掉的啊 这个是全蒙皮的 全蒙皮 这是一个木纳城口的 一个白沙皮的一个 整整体呢 你看 都是一个白皮 这基本上 眼来判断的话 它也手多料 也手多料 到时候开采出来 手多料 它的地方是有表现的啊 有表现的 那这地方是有点那个花 花 你细看啊 它虽然说割的皮子 它总水还是有的啊 总水还是有的 这眼关来说 就这一块有一个大裂 小裂啊 目前的判断是 不多啊 不多 这个就是说 从中间可以解开 就是按那个手薄的厚度 实际的 一般是切十四十五的一个厚度 然后能切好几片 出来之后呢 就是可以做手镯的一个定制 那这样的大腰还有很多 那这块是刚刚到的 对 你看这个是切开的 公司的一个手镯定制的一个部门啊 呃 板材已经切好了 上边你看 这个手镯啊 什么的 就把这个裂就避开了啊 手镯圈也换好了 就是说 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去挑选 挑选它的这个部位啊 挑选它的圈口 圈口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可大可小 根据你们自己的这个 手镯的这个圈口来准备 比如说你选这一块 它一个料房的话 它要分部位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一块部位的话 肉这个细腻 然后带底色 底色会好一点 然后这个部位的肯定贵一点 就是说你作为这边的话 所以边边来说啊 嗯 它就是说 就就是只有一个底色 没有这种颜色的话 它这一块的话就 相对来说 价格便宜一些啊 整整整一个料子的话 就是说 呃 也是分高中低的 高中低的 就是这一块啊 来 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大料 你看 远观啊 远观这个大料 手镯能取很多很多 但是啊 但是细看啊 细看啊 这个 这是这个时候的表皮 表皮下边呢 有一层杨绿色 这杨绿色 如果这手镯带上的话 定着这一个的话 它价格就是 这块料最贵的啊 最贵的 你往下看 你往下看 它下面呢 只有一个底色了 没有颜色 凡是带色的 能把色点 但是价格就很高了 也不排除它这个啥 那这是一条大列 咱们这样的话 直接能把列给完全比开 完全比开 我想这一块 有一个小小的色带 我也不甘心 小小的色带 这些事谁也说不了 谁也说不了 然后相对来说 你带一点点色带的啊 它价格要高一些 像这一样 像这一块啊 没有漂色的地方 它相对来说 价格要低一下 这一块料最贵的 就是上面这个啊 上面这个带阳绿色的啊 带阳绿色的 像这样的手镯 在市面上 就成品来说 保守古迹啊 保守古迹在三万左右的样子 在三万左右的样子 但是我们这包间不要啊 这包间不要 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正好旁边那个 我们的主播啊 主播正在正在直播 来 看一下 这块料你看 它是春色 和一个淡青色的一个底色 双拼色的啊 双拼色的 谢谢我所谓的观众啊 谢谢我所谓的观众啊 还有很多 你好你好 那这料子是刚切出来的啊 圈口还没有画 啊 虽然说远观的话 稍微花了一点点 比如说手镯要取得这个颜色的部分啊 一半颜色一半这个底色 然后这个手镯是相当漂亮的啊 相当漂亮的啊 而且还是一样的 你看这里 这里还没灯里打到 来打灯看一下 这里你看一丝杨绿啊 如果你来定制 把这个杨绿色带在手镯上 哎 这个就是这个料子上最好的部分啊 最好的部分 相对来说价格要高一点 这就是我们定制的这个环节的 一种 可以说好玩的一种方式吧 那这个这个这个买料子也是一样的 切开之后要要堵这些大链 然后堵小链 当然没链是最好啊 没链最好 还有你看手镯 比方下边这一块啊 一二三四 只能取这四条手镯 然后这些部位呢 就可以去挂件了啊 去挂件了 手镯肯定是站最好的地方啊 把链避开 然后去一个地方做挂件 其实其实这块链来说 然后废料还是比较多的啊 废料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在买斐气的过程中啊 因为大家不要介于这些小纹小棉 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小猎啊 为什么请珍惜切买且珍惜 北翠呢 从这个开采 然后到减料 然后到选料 到加工 对不对 然后这个程序是非常漫长的一个程序 这是直播部门这边啊 咱们去看看成品这方面的 本店呢 还有这个成品销售 这是出的这个 有这个杨绿色的手朵 还有板件 还有这个镶嵌丸的 镶嵌丸的 非常漂亮的拉绿色 耳转啊 这里这里啊 哎呀这里还有个小酒壶 小酒壶 还有这个镶嵌丸的戒指 还有一个螺丝的蓝色界面 蓝色界面 最后一次货为主啊 这是一个大师公的一个教课 副教题材 那这几条手镯的话 一二三四 这是一个料切出来的 这一个料切出来的 那这里这里还有个碧烟壶 还有那个壶盖子没有 盖子还在做 还有这一条 这一条那个 凉蕴色的那个项链 还没有进化加工 这里还有个特色件啊 特色的 黄家绿的 黄家绿的这个 丢的龙鱼 龙鱼 鱼鱼条纹纹 这是实体里面做好的成品 做好的成品 有常见的豆子 孩子 还有这边还有 今天呢 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会客区啊 茶室 茶室 也欢迎大家呢 有机会来到中国 来到这个瑞丽 来我家做客 然后你看整体呢 今天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 这是我们的成品销售区啊 成品销售区啊 然后呢 这边是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毛料区啊 毛料区 像这些片料的话都会 过几天都会解开啊 解开解成那个 首个的一个片料 首个的片料就上那边的直播啊 上那边的直播区啊 直播区 还有这边的话有一个 我们的百件展示区 来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个就牛了啊 这个牛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中国啊 复古风的一个圈椅 是翡翠做的 来我转头转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翡翠的啊 第一把椒椅啊 翡翠圈椅 中国复古风的啊 完全是翡翠做的 啊 是一个 诺种啊 新诺种 新诺种那个春色飘花 春色飘花的一个材质 看一下 这叫第一把椒椅 看到这是中间叼的龙啊 叼的龙 龙下面是那个瘦子 瘦子 也是有一点点的纹理啊 这个天然的东西嘛 然后就是不可避免啊 不可避免的 加上这么大件啊 这么大件 看一下这个底座 这是完全可以做的呢 这就是它那个黑雪 刚才转过黑雪 这是那个三件套 三件套 茶几 然后拿两个凳子 看 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做工是非常非常 是 工期非常长的一样 你看 你看 这茶壶 水切做了 工夫茶壶 当然这些做出来 这是百事啊 当然这是能用 虽然能泡茶 但是谁可以拿这个 几十万的东西 然后来泡茶呢 看这边啊 这一个山水百建 这是一个一对瓶子 这是一个小瓶 这是一个 马上发财啊 谁不想发财呢 看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播区了 那这边就是